昨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他是做保险 他就跟我讲 他最近收到保险公司的一封信 那封信里面就讲到他说 如果这两个月内他做不到目标的话 他就被terminate 然后他就很生气 因为他上线跟他讲的并不是这样 所以事实是不正确的 他所知道的跟公司跟他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所以他很生气 里面对上市很多的不满等等 他讲到酷虚那时候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是你一个成长的机会吗 如果五年前的我也跟你一样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很生气 甚至哭很无助 但现在我不是这样了 我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怎么学习成长 所以我说你没有想过 你现在接下来的第一步就是 你应该去找公司到底是谁负责 这个代理员制度的 你直接去找他 然后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因为打电话是最好的沟通 因为你可以澄清等等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你可以跟他讲 我收到这封email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情 我的上线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姐妹就问我 那我不要跟他们讲 我的上线给了我的资讯是错的 他怎样没有照顾我的 我说你就不用complain那么多 你告诉人家一个事实的情况是这样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你看到吗 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情绪盖过一切 但你太多的情绪在当中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我每次告诉大家说 我们将会出现任何的状况 不要怪来怪去是谁做错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大家一起做下来怎么解决问题 因为没有一件错是一个人的错 通常是大家都有责任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想一下 下次要怎样避免同样的错误发生 有没有更好的制度 把那个错误或者更好的流程 把那个错误减到最低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你应该透过这个过程 学会怎么协商 透过这个过程 学会怎么解决问题 然后接着又讲到沟通 他就讲说 他跟他的先生很难沟通 我就跟他讲 问题就在这里 你们两个是不同价值观的人 不同背景的人 你不能总是用你的价值观 跟你的要求套在你先生身上 我说一个健康的婚姻 其中第一步你要学的就是 放下那不切实际的期待 他说我已经阐释很多年沟通方式了 都不成功 我说其实你的沟通不是沟通 你的沟通是跟他讲你应该怎么做 我说这是错的 这不是正确的沟通方式 他说每次沟通都会吵架 我说你应该想的就是 把这个单程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这一次的沟通出问题 我不成功 那到底哪里出问题 我下次应该怎样沟通 要怎么去避免 我们有没有用心去经营这个 这个关系 这个感情 这个是神改变我的地方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讲我 很会沟通 很会打好关系 虽然我真的不觉得 但是有一天神提醒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三个孩子 其中一个我跟他都沟通会有一些问题 甚至有时候会很神气 你知道吗 有几次跟他讲话 我真的会 那个怒气被跳起来 知道有一天神提醒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他说你都知道 跟外面人沟通 要不断地学习进步 跟这个沟通今天出问题 我回去会反省 下次应该怎么样沟通更有效等等 为什么你就不能花这样的时间 跟精力在你的家人身上 你看到我们的问题了吗 家人不是更宝贵吗 所以上次就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跟你的孩子 这个孩子沟通有问题 责任不在他 责任在你 因为你是大了 他是小孩 你不能期待小孩去符合你 你要做的是作为一个大了 你要怎么调整你的沟通 让他可以接受到你的信息 所以从那次开始 我改变了 我不再那么容易生气了 既然有时候沟通不愉快 我就会在想 下次我应该怎么讲 他才能够更加 能够去接受 更加能够抓到我要表达 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 你要为你的先生感谢神 为什么 如果有一天 当你跟你的先生沟通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客户 能够难倒你 懂吗 你所遇到的每一个客人 每一个顾客 每一个客户 你都一定能够解决 因为这么难沟通的 你都能够突破 还有什么 你不能沟通 所以不要为那些身旁的人 一直买用 你要问神 那你把它放在我身旁的时候 你是要我从当中学习什么 你转个念头了 这些所有的问题 我是可以去突破 我是可以去夸身 我是可以去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